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入围了金英奖的第二名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影帝提名名单上 有白静廷,有李一峰,有王俊凯 有陈建斌,有王静松,有孙洪雷 有于何伟王一博这个年轻的影帝 拿到了金英奖的两个奖项 已经是莫大的荣耀了 从54个入选的电视剧中 77个主演组成的队伍中 主旋律题材和证据占据了很大的上风 王一博出演的《风起洛阳》 虽然是一部古装电视剧 但却有一位年轻的一线明星担任主角 这显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 但《风起洛阳》之所以被选中 有两个理由 一是因为他的写作环境 本剧以洛阳为题材 展示了这座古老的城市风貌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扩展 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而且 剧中的空心镜头 为观者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 别具一格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 第二个原因 就是王一博的国际地位 随着《风起洛阳》的开播 更是证实了王一博在国外的影响 洛阳的风靡不仅仅是在中国掀起 洛阳的王一博 更是把这一潮流推向了全球 《风起洛阳》 也由此而成了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 王一博的 《理想照耀中国》 抉择片 尽管仅仅只有一张 但他所扮演的正义的蒋仙云 也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撼 他的承诺震耳欲聋 他的目光坚定而坚定 王一博就像是打开了时间和空间的门 让蒋仙云从过去的岁月中 亲身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黑暗 和《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意 有着天壤之别 王一博完美地演绎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甚至在所有人心中 他就是蒋仙云 正是百里红意 但是他比王一博还要厉害 在第三十次中国电视精英奖上 王一博已陪你到世界之巅 赢得了最受欢迎的男主奖项 王一博捧着冠军 对着台下的粉丝们说 我想现在最喜欢我的 大概就是我的粉丝了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我会用自己的勤奋和幸运 去赢得这个奖项 的确 王一博在之后的几天中 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 去做这件事 王一博在两年前重返金英奖 而现在 他竟然拿出了两个 作为金英奖有史以来最小的获奖人 他又一次被观众们所接受 而这一次 王一博却是以自己的身份 和所有人说话 王一博这几天 可是非常的积极 兵与火的火爆 让所有人都认识了陈宇 他的房子永远不会倒塌 无名的默片 再次让人看见了叶书记的眼睛杀人 热烈剧组的剪辑也让大家了解了 陈硕在追逐自己的理想 《长空之王》官方发布的消息 让很多人都知道了 雷宇这个平时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人 他们以轻快的脚步走向了听众 约定了十一黄金周 王一博的节目不但很多 而且品质也很好在王一博的微博之夜上 他一个人就为大家呈现了三个不同的作品 《长空之王》 《热烈》 《我和我的青春》同时 还荣获了《最具人气电影》和《最具人气电影》两个大奖 而现在 王一博的目标 就是拿到影帝 无论结局怎样 王一博都是最独特的